那很多花友呢 他问我哪些花适合牵插 这个起源于一个花友 看到了你原来这种植物 哎 长得太棒晒了 我如何不花钱家里边还能拥有 有哪种适合牵插你教教我 其实花友你一定要明白 像这种啊叫龙林 这个叫龙林村雨 这个你就牵插不了了 你剪个枝条回去也没用 你要干嘛呢切断 还有包括那个大龟背竹 里边那个巨大的那个龟背 我给你拿一个小一点的 离近一点给你看一下 这边 那这个就是刚才你们看到 那龙林村雨的一个小苗 这个叫黄金腕萨为奇 这种你是牵插不活的 但是呢你可以切断 什么叫切断呢 就是把这切开 你看嘛带着根的这些部位 这种是不适合牵插的 牵插你基本上也是插不活 当然也可以分苗 有很多时候呢 可能会它长的时候 从边上长一些小苗起来 就像我那个大龙林村雨 它边上有那种小苗 你可以这种分苗起来种 这是一个方法 还有一个呢就是 你去看适不适合牵插的 你像这种的 就贼适合牵插 我给你们拿起来看 你就明白了 你看到了吗 它会长很多的气根 切一段 拿回去以后就能插火 就从这里 剪下来就能种活 直接能种活 看到没有 这带根 而且你如果说看上了野外哪种植物了 你可以找一找它没有 有没有气根 是不是一个完整的植株 像这种的存活率是百分之一百 还有有话说老花一那种木本的 我怎么研究 走 你看这花友寄过来一个三角门 来的时候都已经要嘎了 现在活了 你看 我就从它上面剪下来的枝条 看到没 一擦就活 其实也是归结于一份好土 你没有一份好土的话 也是擦不活 这老花一的土擦活的 对吧 还有这种东西 这种东西类似于大家知道的多肉类的 这种东西你剪个枝条回去 它的存活率就会比较高了 还有这种叶子的 这种兰花 你剪没有用 它是要分苗的 还给奋劝一下大家 现在野生的兰花都是保护植物 大家尽量不要碰 还有就是这个 这种木本的也是 你尽量的剪头 头上的这个枝崖 它的存活率会很高 即使是现在没有生根 我看的都假活了 你看都发小牙的 还有米兰类似的 就是木本的是可以剪枝条回去的 草本的是不行的 有的是需要种子 有的是需要分苗 如果说你真喜欢的话 自己研究吧 结果这些点关注 今天只是给大家简单的分享了一些个天杀的知识 我是罗花一 两块最忍一下 白了吃吧